今年三月以来,为了遏制武汉肺炎的传播,加拿大政府实施了旅行限制,并对移民政策进行了临时的修改。 但加拿大移民部依然向国际学生、其他临时和永久居民敞开大门。 以下是由加拿大国际教育局、加拿大大学、学院部门共同提供的,在疫情期间针对国际学生和移民的一些重要政策问答说明,希望对有困惑或疑问的朋友能有一些帮助。 学签或公签将在未来几周到期,目前无法领取新的护照或申请所需提交的相关文件,我能被允许延期吗? 在加国际学生,如学签将要到期,您需要立即上网申请更新您的学签。 如果已递交了网上申请,则被允许在申请处理期间内继续留在加拿大学习或工作。 此外,对无法获得申请所需提交的相关文件或生物识别信息的申请人,必须附上详细的情况说明。 如果申请不完整,加拿大移民局不会马上拒绝您的申请,会给申请人90天的时间补交所需的相关文件。 问,在疫情期间,学签的申请时间会不会比以往更长? 目前加拿大移民局仍然在接受和处理学签的申请,但处理程序可能会有延迟。 问,我已经把5月接受的录取推迟到了9月,我需要一份新的录取通知书吗? 如果您推迟入学的时候在加拿大境内,那么您必须在推迟日期150天内,或在下一个学期开始您的学业。 这两种情况以时间排序在前的为准。 如果您那时无法开始学习,则必须更改您的身份,如改为访客或离开加拿大。 问,我现在已有学签或学签已获批准,将在2020年夏季或秋季开始网上课程,这是否会影响我申请毕业工签PGWP的资格? 在加拿大境外期间的网课课时最多可以占到整个课程的50%,只要在2020年12月31日前返回加拿大,并继续完成剩余的课程,仍有资格获得毕业工签。 问,我没有学签,可以开始加拿大境外的网上课程吗? 可以,即使没有学签,您也可以在加拿大境外开始网上课程的学习,但如果您想要申请毕业工签PGWP,仍需要拿到学签才有资格申请。 问,如果我开始网上课程的学习,我是否必须是全日制学生才有资格申请毕业工签PGWP呢? 是的,除非您所在的学校或教育机构目前无法提供全日制课程,否则您必须是全日制学生。 问,我是应届毕业生,正在等待我的毕业工签PGWP审批,但我已拿到工作录取信,我能被允许入境加拿大吗? 如果您的学签已经过期,您需要一封介绍信才能豁免旅游禁令,您只有在工签PGWP被批准后才能收到IRCC的介绍信。 问,如果我的课程已改为网上试课,而网课课时超过整个课程的50%,会对我之后申请毕业工签有什么影响吗? 如果您已在加拿大境内,并且您的课程或学业是受疫情影响而变成网课,那么即使网课课时超过整个课程的50%,您仍有资格申请毕业工签PGWP。 问,如果我没有获得学签就在境外开始网课学习,这段时间是否会包括在毕业工签PGWP的申请中? 不会,没有有效的学签或批准而在境外的网上学习时间,不会记录您的工签资格。 问,我目前是国际学生,疫情期间申请并拿到了加拿大紧急救援补助金,我是否仍有资格申请毕业工签或加拿大永久居民? 申请并拿到加拿大紧急救援补助金,不会影响毕业工签或永久居留权的申请资格。 问,如果我这个学期暂停,可以全职工作吗? 暂停的学期不属于常规的放假,您仍然需要根据学签上的规定和要求去安排您的工作时间。 问,我的儿子、女儿或家属是未成年人,持有有效的学签,我可以来加拿大吗? 加拿大居民或永久居民的直系亲属已经豁免旅游禁令,可以来加拿大,但来加拿大之前,您必须向加拿大移民部提交请求, 获得许可后才能登机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,希望会对大家的生活学习有所帮助。 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信息或需要哪些帮助,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,我们会尽力满足大家的要求。 谢谢观众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